最近都一直在撿龍蚊石 有去了東龍吊橋 洽波石 還有仁倫橋 二水 章雲大橋附近 目前有撿到龍蚊石 全部 就現在看到這些 有做一些分類 有一些也不算是 就把它分類一下 好,先看這邊 這些就是已經打磨過了 這些都已經磨過了 所以就是亮亮的有出來了 那 這一顆是鐵 這顆磁鐵會吸 其他這個就不知道是什麼金屬 據說龍蚊石有的是鑫 有的是鑷 還有沒有其他金屬 專家可以指點一下 好 再來 前面這四排 這四排我是這樣分 這邊 這邊的是 磁鐵會吸的 所以就是應該都是鐵 這邊呢 磁鐵不會吸 所以 就是鐵以外的其他金屬 那 分兩排 就是說 前排的都是 紋路比較清晰 還有一點 打磨的價值 後排就比較差 比較小 或是看不出個所以欄 那我們先看 不是鐵的 不是鐵的 為什麼覺得這個有價值呢 因為 仔細看它的 金屬部分 銀色還蠻亮的 所以這塊可以 想要磨磨看看 會不會 磨小會不會 還可以看 這塊也是 它 金屬的斷面 其實 銀色還蠻明顯的 也有大塊 可以磨磨看 這個是今天剪的 今天在恰波時 這個 金屬的部分也蠻多的 還有大塊 磨磨看看 這塊蠻特別的 因為我覺得它 不太像一般的業員 這塊就不確定了 因為 不曉得磨小會怎樣 其他這些就是 紋路比較清楚一點 這是今天剪的 這個 還蠻喜歡 因為覺得它像一個 矮胖版的台灣 中間還有中央山脈 這個 前面這幾個就優先處理 那 後排的 比較小 紋路比較不清楚 又比較醜 大概就這些 好 所以這兩排是 有紋路 但不是鐵 那 這兩排就都是鐵 鐵礦 那 前排的 這些紋路比較清楚一點 有機會 再來 磨看看 後排的就 沒什麼紋路 磁鐵吸得起來 但是沒什麼紋路 又長得 臭臭的 這就 再說吧 好 那再來這一區 這就是 都是 圓形 土圓形的葉岩 中間 有一點突出來 像這個 突出來 我看看 這也是 這一個 這一個比較明顯 算不算龍蚊石 不知道 反正就 應該是有金屬 磨看看 好 再來 這一區 無法分類 就是 這個是今天剪的 這有一個 愛心的形狀 然後 也不確定是不是龍蚊石 但是 想把它磨看看 看看效果怎麼樣 這個 這個就是 不曉得 反正摸看看 看看效果 最後這一排 基本上 應該 應該都不是 就 當初覺得 寧可 錯殺一百 也不要放過一個 就都帶回來了 嗯 如果 沒有什麼價值 可能就 之後拿去 放生吧 好 現在 這邊就是 目前的 要處理的工作 就是這些